活了三十年才知道的食用生活小技巧 一,把筷子插进山药 然后正常的削皮再也不怕手痒了 二,把叉子插入虾壳中 就能包出完整虾肉 三,把玉米掰成两段 剪刀戳入玉米中心 然后旋转剪刀一掰分成两段 然后再去包玉米里 就非常轻松了 四,是火锅时 汤里的油太多了 汤勺里面放些冰块 把汤勺放进汤里 转一圈 油脂冷却就被带出来了 五,把开水浇在鱼肉上 就能轻松取下鱼皮 六,西瓜吃不完 表面容易滋生细菌 放两颗大蒜 保鲜膜包裹 放冰箱可以保存一星期 七,家里炸东西剩下的黑油怎么办 一勺淀粉一勺水 搅拌均匀 六成油温下锅炸 让淀粉充分吸取油内杂质 炸至淀粉凝固捞出即可 看油是不是变成清澈 八,冻肉千万别用水直接泡 加入十粒盐 二十毫升白醋 倒上温水浸泡三分钟 这样解冻的肉比新买回来的还好吃 九,新买的内固袜子不好拆线 拉一下商家流的这条线就轻松拆下 十,教大家一个快速拆椅袋子的方法 一面是单线,一面是双线 把单线正面朝自己剪开右边的线头 从双线那边扯袋子,一扯就开 十一,香蕉吃不完就容易烦 先用清水洗掉表面催熟剂 再用纸巾擦干水分 打湿纸巾包住香蕉根部 降低香蕉自身释放的乙烯 这样保存半月也不坏 十二,大蒜容易发芽 加入食盐、柴叶 封闭大蒜发育 保存半年还新鲜 关注我 每天分享更多食用小妙招